近期,广东气温骤降,尽管没有冰天雪地的景观,但南方独有的湿冷,也让羽绒服成为当下大家出行的标配。 而在长农野生动物世界,这里的珍稀动物也同样迎来冬季大考。 千呼万唤使出来,国宝大熊猫永远是最受欢迎的明星,冬天到了当然是要好好进步一番,保育员一点都不敢怠慢,各种美味集中送上,最具颜值的吃货登上龙舟,开始营业。 保育员介绍,当下广州1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对大熊猫来说恰恰是舒适的温度,夏季它们挨不释手的冰块现在彻底失宠了。 冬季到来对它们的唯一考验是,它们该如何控制自己的饭量,真烦恼啊。 如果说大熊猫一身圆滚滚,郁寒装备齐全,那这几只黑蜘蛛猴就是妥妥的南方人过冬的写照了,郁寒全靠抖。 这一位是在风中瑟瑟发抖,这一位是笔涕直流,还甩了出去,不知哪位游客会中招。 这两位懂得互帮互助,挤在一起抱团取暖。 这几位来自南美洲的热带雨林攀爬高手,哪曾想到来了中国南端的花城,居然要受这样的委屈。 温度降到20度以下,我们就会进行一些防寒措施,比如说开暖气啊,放一些布丹啊,让他们披在身上玩。 也是会给它在那些木屋上面,有一块电热板给它开暖气,也是起到一个防寒的效果。 当然,保育员们不会让自己的宝贝吃太多的苦。既然身处美食之都的广州,那在吃吃喝喝方面必须安排到位。 不愧是有着灵长类动物中排名第三的超高智商。 直到这糖水驱寒除湿,一大盆红糖浆茶,微会儿就被黑蜘蛛侯瓜分干净。 这一只连盆底都不放过,恨不得把盆占为己有。 保育员介绍,食补可以提高动物自身预寒能力。 在寒冷天气里,保育团队会有针对性地调整动物们的饮食结构,加强动物自身耐寒能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